一画一世界 艺术家的生花妙笔 汇就了心中的世界 巴黎画家郝朗 是方索十五年的知音 对中国艺术的共同热爱 成就了两位职业画家 在中法文化年中的精彩 郝朗的画室下面 是一间露天的咖啡馆 这个最能体现法国风情的地方 给了艺术家许多真切的灵感 与方索的水墨不同 郝朗的作品展示的是 精疲力见识的人体 曾在一位舞蹈家朋友排练时 画过数以千计的速写 是郝朗丰富的创作基点 定期到阿姆斯特丹 和安特韦普采风 在伦伯朗和鲁本斯的出生地 临摹和研究他们的作品 是郝朗的刻苦和韧力的表现 塑造势 师傅 有一半 derni 尺寸 rather